今天我帶大家來到庭園意大利餐廳 而在我身後的這間餐廳中 可以欣賞到源臨美景 又有私人空間的Glass House 現在讓我和大家一齊品嘗一下 只有這裏才有的中西Fusion菜式 現在讓我嘗嘗這個頭盤黃墊感受一品拼 在我眼前有這個片皮鵝肝醬 這個就是米蘇奶尿蝦 而這個這麼精緻的就是海草響裸凍 這個這麼可愛的就是擺尾小黃魚 看到這麼精緻的頭盤我都忍不住了 我不客氣了 這個頭盤真是很有中西Fusion的特色 就像我眼前的片皮鵝肝醬 它看上去就像中式的乳豬 原來乳豬皮下面的全部都是鵝肝醬 真是相當之特別 接下來就到這個Z的主打 杏汁佛跳牆 一打開蓋就聞到很香濃的杏汁味 讓我嘗嘗 除了很香濃的杏汁味之外 這個湯還很重料 你看看 圓隻大鮑魚 不說你不知 原來冬天喝杏汁是對身體很滋潤的 讓我多喝幾口 接下來這一碟就是 狀紅花金箔會飯 這個金黃色的狀紅花會飯 配上這個金箔真是奢華式的享受 接下來這個就是和牛松露雞翼 配XO醬 這隻雞翼裡面有很多松露 原來松露配上雞翼是可以混合的 終於來到我最喜歡的甜品了 我眼前這個是金色朱古力蛋糕 嘩 我不客氣了 這個甜品很creamy 一點都不漏 而且還很好味 在庭園意大利餐廳裡面的Glass House 看著這個這麼美的庭園景色 又可以品嘗這個中西Fusion菜式 簡直是奢華的享受 還不快點來試一下